好,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再讲一个支点,叫代理 代理呢是分两种,一个正向代理,一个反向代理 那代理这个词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技术上的代理啊,也是源于我们的生活啊 比如说,我们想去买个东西 不想自己去买了,想让别人去帮你去买 那个人就是你的代理,对不对啊 也就是让他去帮你干事情 你把你要做的事情交给他,他去帮你做 这个代理,对吧 那么代理呢,分在咱们IT领域,代理啊 分正向和反向代理 那正向代理指的是什么啊 一般情况下,如果说 一般情况下,正常来讲啊 一个客户单访问一个服务单 都是直接客户单,直接访问服务单就可以了 是吧,访问他的域名也好,F地址也好 直接找他就连上了 那么,如果说是一个web服务 web网站 服务单这边记录的F地址,如果你是客户单直接访问过来的 那我记录的就是客户单的真实公网F地址 好吧,真实公网F地址 那 有时候啊,有些客户单呢 他可能想干什么呢 想隐藏自己 不想让服务单知道我的什么啊 真实公网F地址是多少 就是不想让你找到我 那么他就可能会干什么呢 会走在里 使用在里 或者是 他客户单本身访问这个服务单 由于网络原因 比如说你访问的这个服务单是个国外的一个网站 那如果说咱们 受什么呀 受国内的这长城防火墙的限制 你可能不能直接访问到 好吧 那你可能干什么呢 你可能在国外买一个服务器 做代理 你自己啊,访问这个服务器 然后通过这个代理再去访问相应的服务端 好吧 这个意思啊 你就是代理呢 其实在我们IT领域是经常存在的 尤其是咱们做网络安全的 网络安全的你经常会遇到代理 比如说有一天你走向哪呢 国家队 国家组织的攻击队伍 也就是国家认可的黑客 国家授权的黑客 好吧 当你去检测某网站的安全性的时候 你应该干什么呢 隐藏自己 不应该让这个服务单 轻易就找到你 为什么呢 如果说你发起了一些攻击 你就攻击了某些 比如说违法的一些站联 攻击他了 他把你的IP地址记录下来了 那如果说他想找你 他通过IP地址就能返回找到你 找到你 他给你搞事情 怎么怎么样的 对吧 那么客户端就隐藏自己IP地址的需求 他隐藏自己IP地址 他就可以怎么做呢 他就可以开代理 客户端这边 使用的代理 我们称之为叫正向代理 好吧 正向代理 那你想 有了代理以后 你的所有请求 你跟代理只要做个关联 一会儿我们会看到 做个关联 关联完之后 你的所有请求都会走向代理 代理呢 他本身也可以是某个店长 某个服务器 某个店长或者服务器 他也有自己的什么呢 IP地址 好吧 那么通过他让他代理发你的请求 他在发的这个请求 比如发给服务端 那么服务端这边记录的IP地址是谁啊 是你代理服务器的IP地址 他记录不了客户端的真实IP地址 因为走了代理 做了一层转发 服务端这边记录的只能记录正向IP地址的 正向代理的IP地址 那这样的话就做了一个做到了一个什么 自己客户端真实IP地址的隐藏 明白了吗 那么你能做你的IP地址隐藏 我能不能做呀 我也能做 很多公司为了网站自己的服务端的网站安全性 一般会怎么办呢 会把自己的服务端的真实IP地址隐藏掉 就是你想攻击我 你得找到我的真实IP地址 真实的这个服务器所在位置 你是不是才能攻击到我呀 那好了 我也开一个代理 开什么代理呢 我开这个代理叫反向代理 服务团使用的代理一般叫做反向代理 反向代理干起来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你客户端再发过来的请求 你呀 我给你的我的服务团的IP地址 拿到的是反向代理的那台服务器的IP地址 他也是什么的 某个电脑或者是服务器 他也有自己的IP地址 好吧 然后你访问他 反向代理呢 再将请求转发给我 我来处理 处理完之后 我再交给代理 代理再交给你 再返回给你 好吧 那你也就是说 你访问到的真实IP 是反向代理的真实IP 你是不能直接拿到我服务端的真实IP的 那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也做了一个什么呀 我自己的IP地址隐藏 你直接攻击我 你也不好攻击 你攻击 你攻击的是反向代理服务器 它倒了没关系 我真实业务都在这呢 我可以再加一个代理 对不对 而且代理我可以加很多层 比如客户团这边 我可以加很多层代理 服务团这边也一样 我可以加很多层代理 层层代理 那这样的话 其实找真实IP 找客户团服务团的真实IP 都是很难找的 好吧 那么我们就将 我们就演示一下什么呢 就是你做正向代理 做反向代理 甭管你做什么代理 其实都需要这里面有一些程序 帮你去接收你的请求 帮你去转发这个请求 反向代理也是一样 帮你接收请求 转发这个请求 对不对 那它这里面肯定要跑着一些什么呀 这个网络程序 网络程序 这些程序呢 有市面上有很多种 很多种 代理程序 有很多种 比如说我们的NGX 就能做正向反向代理 那么我们一会就安装一个什么呢 比如我们先演示一个正向代理的 NGX如何做正向代理 好吧 我们给这个代理服务器 安装个NGX 在这里面做一些相关的配置 它就可以作为一个正向代理服务器 来使用了 同理 你在这边 找一个服务器 安装一下NGX 做一些配置 它就会做反向代理 好吧 那好 基于这个过程 我们来玩一下NGX的正向和反向代理 那首先玩一下NGX的正向代理 那说NGX正向代理之前 我们自己的电脑说了 是不是要连接某个代理服务器 要配置 要连接上这个服务器 将你的请求转发给这个代理服务器 对不对 那如何让你的电脑去连接上 就是把请求发到对应的这个正向代理服务器上去呢 需要在你的电脑上做一些配置 比如说你要配置上你正向代理服务器的F地址 和某个端口 某个程序的端口 你才能把数据交给这个程序 它才通过这个程序的发给别人 对不对 那么在你的电脑上 你自己的系统本身 其实就可以配置代理 叫系统代理 系统代理 那系统代理呢 就是配置完以后 所有你这个计算机上的 所有的网络请求 发自己的网络请求 你只要指定好了系统代理 在这里面写上了什么F地址和端口 那么所有的网络请求 都会走系统代理 把请求发给正向代理 正向代理再去帮你发 好吧 那还有一些软件 软件 它可能直接走的是系统代理 它上面不能单独指定代理 有些软件可以单独指定代理 而且还能指定 我这个软件到底走不走 就是系统代理如果开了 我这个软件到底走不走系统代理 我也可以单独配置 好吧 某个软件自己发的请求 也可以单独指定代理 比如说火狐浏览器 看我给你们打开火狐 火狐浏览器是非常典型的 可以设置代理的 它设置代理是最方便的 在浏览器里面 来打开设置 在这地方搜代理 点击设置 你看这个地方有个什么 使用系统代理 你如果勾选了使用系统代理 那么这会走我们的系统代理 系统代理在哪设置呢 在这 在我们的店长上 点击搜索 搜索完了代理 搜代理 在这个代理服务器设置 点击这 看了吗 开启 这叫开启了咱们系统的代理 这个地方就可以写代理 服务器的App地址和端块 然后点击保存就可以了 那你系统当中的那些软件 所有的对外的网络请求 都会走这个系统代理 当然了 有些软件是不受系统代理控制的 比如说搜狗 就是火狐 好吧 火狐如果说没有勾选使用代理 那就任何代理他都不使用 你即便是系统代理开了 我也不走系统代理 好吧 他很牛逼 很个性 他还可以配置什么呢 首先勾选使用系统代理 那么他的请求 就可以走我们系统设置的这个代理 好吧 那如果说 单独指定 他也可以单独指定 在这手动配置代理 那自己指定一个代理 指定一个代理IP地址和端口 那即便是你的系统开了代理 某个代理IP某个端口 那我的请求也会发到哪去呢 我自己的这个火狐狸软件的请求 和收到的响应 都会走什么呀 走这个我自己指定的代理 明白意思吗 这就是所谓的代理设置 代理设置 刚才在这个地方看到的 这叫系统代理 火狐狸软件上看到的那是什么 那是软件自己单独可以配置的代理 好吧 那么 如果说我们这个开启了代理 如果你使用了代理 代理如果说 这个服务器崩了 你还配置了代理 指向了这个服务器的IP地址和端口 那么如果他崩了 那sorry 你这个网就出不去了 你不会能访问不到服务端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要配置了代理 你所有的请求都会走代理 响应也是从代理这边拿过来的 请求现在代理这个服务器崩了 那你请求发的事 他接受不了 那你这请求就死这了 没有什么意思吗 不会再出去了 比如说给大家做个演示 比如说 我们之前这个站点 我把上节课这个删掉 好 之前这个站点 访问wp.jaden.com 给大家访问一下 这里面开的页面太多了 我把它关掉 重新打开一下 比如说我们访问 wp.jaden.com 这是不是来到我们的那个wordpress 那个博客 对不对 那个博客 好 那现在如果说 你比如说我这个写了个错误的地址 111 我没有这个F地址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看网络不通的情况下 会报一个什么样的错误出来 在这访问 这是拿了页面缓存了吧 Ctrl F5 枪支刷新一下 Ctrl S保存 来 关掉它 重新打开一下 可能拿着缓存 然后wp.jaden.com 你看 访问普通了 对不对 等着 这个浏览器的缓存 有时候我们做完一些配置之后 想看效果 老是看不太出来 就是因为这个缓存 你访问这个域名 这个浏览器自动帮你拿着缓存 是给你展示的 那现在来看 我重新打开一下 它就不拿缓存了 你看 显示什么 详细时间过长 无法访问此网站 对吧 但是它让你尝试的方法里面 有个什么东西 检查代理服务器和防护墙 看见了没有 要么是你的代理服务器崩了 你如果配置了代理服务器的话 自己检查一下 你看你的代理服务器 有没有问题 没什么问题的话 看看防护墙 所以说你看 当网络不通的时候 它会让你提示你检测什么 检测代理服务器 明白这个代理服务器 什么意思了吧 对不对 把它关掉 我再给它改回来 139 也就是说当网络不通的时候 有可能是你配置的代理 出了问题 好吧 行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做一个正向代理试一试 正向代理试一试 做这个正向代理 我还得干什么呢 去开两个公网 公网服务器 开两个公网服务器 一个公网服务器 是作为我们的网站员代码 站点 网站 再来一个服务器 作为我们的什么 正向代理服务器 正向代理服务器 然后紧接着就是我们自己的电脑了 那么细啊 好 然后就是自己的电脑了 你自己的电脑设置一个什么呢 正向代理指向它 通过它去访问这个网站 好吧 为什么用两个公网 公网的服务器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 如果说我用我自己 这个物理机上 开两个什么虚拟机来玩的话 你会发现 比如说啊 我只有一个公网 公网网站吧 你用一个虚拟机 来访问 你甭管说你是 你自己的主机 去访问这个网站 还是你的虚拟机 去访问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看到的公网IP 看到的公网IP地址 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 那你就看不出来 你这个代理有没有生效了 没有我意思吗 因为看到都是一个 为什么呀 因为 它走的网络出口 它走的网络出口就是我本机 我本机的网络出口 就是我那个路由器的IP地址 路由器的公网IP 对吧 而网站这边看到的只能是公网IP 那网IP它是看不到的 所以说它这里面记录的 都是就是我的什么 路由器的公网IP 所以说我现在要干什么呢 除了我自己的 公网IP之外 除了我自己的公网IP之外 我再来一个公网IP 比如说它 我自己一个公网IP 然后我基于它去访问 我正常我自己先访问一下它 你看一下IP地址是什么 当我配置了待着以后 我再去访问它 你看一下IP地址是什么 是不是能够达到一个 IP地址隐藏的一个效果 就是这个网站 看不到我的真实IP 客户端的真实IP 好吧 又要买两台公网服务器了 我又要花钱了 那么好 先去到阿里云 那还得登录一下 它稍等我拿下我的手机 稍等一下 我拿下手机 好 刚才我扫了一下 登录了一下 来到我的控制台了 控制台在这买服务器 如果说你买不到真实服务器 就不买了 你就按照我这个 你看一下总结总结就可以了 好吧 等回头以后 挣的钱也好 或者什么时候也好 自己再来买这个真实的服务器 好 在这创建实力 在这点击实力 然后点击创建实力 来买服务器 还是按量付费的 做实验用 对吧 然后下面的话 在这个地方点击华北吧 找北京离我近一点 网络会稍微好一点 行 通用型G6 华北 往下全部规格 最近使用规格 看不见 好 这个就一盒 一进那份的就行 标准性 就来它吧 然后还是装SnowYS吧 SnowYS大家熟练一点 免费安全加固 这个开不开到无所谓 我就关了它 然后 这个 云盘就这么着 运盘其实还可以更省一点 比如说20个G 发现没省 也就最低 就是这个价格了 省了好像 20呢 刚才40显示的 就是这个价格来着 怎么我现在改了20 它还是显这个价格 我再改回40 它反而增加了呢 有意思 硬盘我就不加了 就这么一个 然后 公网的IPVC地址要一个 然后网络的话就这样 安全组呢 安全组就还让用我之前的吧 就是开放的端口情况嘛 开放哪些端口嘛 对吧 还用我以前配置的那些端口吧 然后点击自定密码 系统创交好之后 自定密码啊 这个密码又有复杂度要求啊 行 那这样的话就OK了啊 让我创建 勾选这个服务条款啊 然后点击确认下单 好 来到管理控制台啊 好 这就买了一个对不对 买了一个的话 一个不够啊 再来一个 按量付费 还是那一套啊 地区还是华北二吧 因为它全国各地都有服务器 你买哪个地方了 是不是 你买个最好离你近点的 网速上还好一点啊 行 别的都不用调 还是这个 你看 Centro S 然后在这7.8 免费加固不要了 你看 这是40G 还是0.157 我改 你千万别改了啊 你改成20G 它反而没减小 当你在改为40G 它还变贵了啊 行 这些东西都不用管 然后配这个密码 系统的密码 哎呀 这两次密码不一致啊 好 这就OK了 然后点击勾选它 点击确认下单 OK 管理控制台 哎 看着好像是一个 是吧 但是它这个显示的 只是你当前买的一个啊 你点个其他的位置 你再回来 点击实力回来 这不两个都有都有了 呃 内网IP地址 你看 内网IP地址啊 一个28 一个27 公网IP 大家是不一样的 看来吧 啊 不是一个网段走 啊 然后你可以查一看一下 你这个公网IP 你买的是哪一块的服务器啊 啊 查IP 好 在这 查一看 一个北京的 是吧 这个呢 啊 也是中国北京的 两个都是北京的啊 啊 这就是地区就是北京啊 行 然后这两台服务器就买好了 买好了以后啊 我们都连接上来啊 连接上来 比如这是之前那个是不是 之前那个 哎呀 关掉了 然后再打开一下啊 查晒 好 把它关掉 把之前这个C1给的删了吧 我重新创建一下 啊 这个 阿里云C1 那就 阿里云的第一台主机啊 我就叫C1吧 然后公网IP地址叫这个 12356这个 是不是啊 然后用户密码 好 连接 接触并保存 好 连接上一台 对不对 我们再去创建一个啊 那个C2 C2 这个是web吧 web站点啊 叫这个名字吧 然后也就是这个啊 我要部署 用它部署一个网站 一个真实的公共网站 好 这是FD址也弄好了 名 身份提示符啊 身份信息 把密码输入一下 好 结束并保存 过来了 两个都有了 是不是啊 接下来啊 我们来干什么呢 我把C1啊 做成一个代理 把它呢 做成一个站点啊 C1我再改个名字吧 连接这个地方改个啊 这是 正向代理啊 好 确定 一个正向代理 好 前面这个给它关掉 我重新打开了一个啊 正向代理 C1啊 web站点 C2啊 那我们先去干什么呢 先把咱们的web站点 给它搞起来啊 给它运行起来啊 并且呢 注意每一个服务器的安全组啊 在这管理 安全组这个地方 查看一下配置规则 看你开放了哪个端口 好吧 看你开放了哪个端口 比如说你想把8080端口开放起来 你就可以在这啊 手动添加 在这输入啊 比如说8080端口 好吧 然后这个优先级呢 无所谓啊 无所谓 一到一百的值 随便给一个 好吧 然后这个员 谁能访问你啊 你就选这个00.0.0 所有人都能访问我 好吧 就行了 剩下的这个地方 做个简单的描述啊 比如说你这个服务是干嘛的 8080端口服务是干嘛的 然后点击保存就可以了 描述加不加都行 看见没有 8080端口就开放了 明白这意思吗 这就相信 它帮我们控制了 我们那个防火墙的进出策略 防火墙的进出策略 防火墙不是可以控制 哪些端口能访问 哪些端口不能访问吗 对不对 这个安全组就是用来控制 我们云服务器的防火墙的 好吧 好 那我把它删掉啊 一会儿我们再加 明白会怎么加 会加了是不是 这安全组啊 然后紧接着 我们去干嘛啊 我这个两台服务器 我都在这看一下 好 然后这个先关掉啊 然后我们先给它配这个网站吧 比如说配这个 给这个什么网站呢 就装个NGX走了 用NGX的默认站点 默认的那个页面 来什么呀 来做那个网站 当成那个网站就行了 来 Yum install NGX 港外 好 正向代理这边 我用正 这个是用NGX做个 站点不熟啊 然后这边呢 用NGX做什么呀 正向代理 Yum install NGX 港外 回头他们两个NGX的配置 我会调整 这个配置只做正向代理 不是做web站点的 第二个人是做web站点的 好吧 那现在我们这个NGX就装完了 NGX装完之后 我们CD到 ETC下边有个NGX 有conf 是吧 LS查看一下 CD点点啊 不用到conf点地下 LS查看 这是NGX的配置文件 对不对 我们把NGX配置文件里边的那些默认的控行 警号注释的内容都给它去掉 按照我们之前的思路的操作 是吧 grip-eV 然后以后 然后把控行删掉 一个江脚服一个导舵服 然后管道服 把警号也删掉 警号所在的行业删掉 然后NGX 叫default 把它输出到NGX下 好吧 然后我们bmNGX 就剩这些内容了 这就是一个站点 好吧 一个站点 然后这个localhouse的 我们就不配什么域名什么的了 我就直接用FD这访问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不用改了 直接NGX 直接localhouse就行 然后Q推出一下 然后现在NGX应该是运行起来了 然后net FD 我们配置文件改掉了 是不是 然后NGX-T 看一下配置文件 没有什么调整 对不对 就是语法上没有问题 然后systemctlrestartNGX 把NGX重启一下 然后netdata 看一下netdata-lntop 查看一下端口开放情况 80端口开了 是不是 那现在通过这个共案IP 我应该能正常访问它了 Ctrl-C 拿过来 然后在浏览器上访问一下 Ctrl-V 一回车 哎呀 这怎么 这个FD地址 还是我们之前用的 这个共案IP吗 说明我们买的那个服务器 又用到这个IP了 巧了 是不是 这个服务器 我已经把它 上一个服务器 上节课我们讲的时候 我已经把它给释放掉了 对不对 释放掉 它又给我这个FD地址 巧了 又是它 所以说你在这个地方拿到页面换存了 然后Ctrl-F5 强制刷新一下 这才是我们现在部署的NGX网站 这里面是现在没有什么站点 对不对 但是我每一次一访问 NGX是自动帮我们记录日志的 对不对 我们先看来到什么 NGX的日记录 在Vlog NGX下了 LS查看 这不日记录文件就有了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assess.log 你看 刚才我在浏览器上一访问 访问这个公网IP 访问这个服务器 你会发现 它记录的客户单IP地址是这个 这个客户单IP地址 就是我自己的公网IP 好吧 在XIP这个地方 你看我没有它 我直接XIP点击百度 你看我本机的IP 是不是就是它 刚才我复制过来 在NGX配置文件里 NGX日记文件里面 复制过来的地址 你看是不是就是它 这就是我本机 现在使用的 路由性质公网IP地址 OK吧 真正去上网的 这个IP地址是它 也就是说现在 NGX 我一访问NGX NGX就把我什么 就把我的客户单IP地址 给记录下来了 现在我去做个代理 然后再通过代理 再给我来访问它 你看一下 它拿到的什么 IP地址 还是不是我们自己的 客户单 真实IP地址 好吧 那现在公网IP地址 这个正向代理的 这台服务器的 NGX已经装好了 已经装好了 装好了以后 NGX呢 就是我现在不是让它 部署站点的 我是让它做代理的 对不对 而且是做正向代理 那么还是老样子 我们先把 先把什么呢 先把配置文件改一改 在这 CD到ETC下面 NGX下面 哎哟 sorry CD到NGX下面 IOS查看 这些配置文件在这 对不对 同样的 Grapper-EV 把配置文件里边 没用的一些东西 都给它去掉 将脚服 Dollar服 管道服 警号 然后 NGX Default NGX 输出到NGX 文件当中 好 然后我们 VM NGX 好 这是剩下的这些配置 对吧 那么接下来 我们做一个 正向代理的配置 就是把server那段 换成它 那这段 到底是干嘛的 你不用管 你不用太 太过去细抠 你知道一下 Proxy 叫代理 Proxy这个英文 翻译成中文 就是代理的意思 这些都是代理设置 OK吧 把这个拿回来 Ctrl-C 拿回来 拿回来以后干嘛 找到我们这个配置文件里边的server 把这个server全去掉 这些server是为了让NGX 跑网站站点的一些server 我把这个去掉 它是总共 大G吧 全删掉 然后 在这缺少一个大块 我删多了 然后再 退出编辑 再输个O 好 换一行 在这个地方 粘贴我的server 好 我把server粘贴到这来了 我在这 空格 给你简单 空格 因为我给它内存太小了 你看看 还是略卡一点的 这个操作 好 我都给你 往里锁进锁进 好 就锁进到这吧 然后这个location里边这些东西其实也应该锁进一下 我就不锁进了 就这么着 那这个正向代理的配置就OK了 现在你的NGX 当我一保存 WQ一保存 NGNS-T一检测 语法上没有问题 对不对 没有问题 那现在加上这个配置以后 我的NGX现在就不代表网站了 它不是一个网站 做网站的服务了 它是个正向代理服务器 正向代理服务器 那现在重启一下NGX 把它拿过来 在这里粘贴 一汇车 重启NGX了 对不对 重启NGX以后 我现在这个服务器就是个正向代理服务器了 那别人就可以通过这个正向代理服务器来访问了 来访问旗航网站了 好吧 比如说你看我打开火壶 在这给你们点击设置啊 手动配置代理啊 我不使用代理的时候 我直接去访问这个什么 这个网址 直接访问这个网址 你在这边看啊 我直接给你监测一下这个日址文件 好吧 TAIL-F 还记得-F吗 Access 这是 展示最后这边最后内容 然后在这一直等着 是不是来什么 这个文件里边就一直监测这个文件 尾部追加了什么内容 对不对 当我们一访问这个站点 NGX就会记录日志 这个地方就能显示出来 好吧 好 那让他在这盯着啊 然后我们在这 先火壶上先访问一下 一汇车访问了一下 对不对 你看一下 拿到的公网IP是不是就是我们自己本机的公网IP啊 当我在这设置代理以后 我看到点击配置代理 让他指向谁呢 指向我们这个正向代理 他的FD只是他对不对 Ctrl C把它拿过来啊 把代理放到这来 然后再在这指定 再在这指定个端口 你要给你这个代理服务器的哪个端口发 哪个端口的那个程序发这个你自己的请求啊 让他去代理代理这个数据 请求数据啊 你需要指定个端口啊 为了让大家区分的更清晰一点啊 我在这再修改一下配置文件啊 他默认用的是多少端口呢 马上看 默认坚定的就是80端口 我把这个80端口改一下吧啊 改成比如说808080端口吧 好吧 我给你换个端口啊 8080端口 然后WQ保存 然后在这重启下NGX NetData-LNTOP 你看一下NGX启动 现在NGX启动 坚定的端口是8080端口 对不对 那现在啊 我就可以在这设定什么呢 指定8080端口 然后这样的话 我就把我的什么呀 这个呃 代理 我以后发的请求 就会自动发到这个服务器的 这个端口数据上 好吧 好 点击确定 然后NGX收到这个请求之后啊 NGX就会帮我们发什么呢 帮我们去转发这个请求啊 什么意思呢 现在我通过我的火候浏览器 再去访问那台服务器的时候 我中间不是有个代理吗 你访问那个服务器 你访问的是什么 是不是那个服务器的真实F地址啊 是吧 真实F地址 服务器 服务器的真实IP地址 IP地址 但是吧 我现在在我的电厂上配置了什么呀 代理IP和端口 端口 端口 那么你这个请求 就会发到哪去呢 就会发到他这来 发到代理这来 代理再把这个真实的请求 再给你帮你发到他那去 没有意思吗 那NGX就帮你中间做了这个动作 好吧 那现在 注意了 还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我使用了这个服务器的8080端口 对不对 但是我的80端口现在并没有开放 虽然说我运行起来NGX跑着8080端口 但是这个8080端口 防火墙不一定把它开了 防火墙不一定允许你8080端口通信 所以怎么办 来到我们的服务器这 服务器这 哪个是我们的这个代理服务器来着 是不是这个 这是我们代理服务器 管理一下它 在这里面给它加下按键组 把它的8080端口开放起来 不然的话 你都没办法通过8080端口 让它做你的代理服务器 好吧 好 在这添加一个 比如说就那个8080端口 在这添加 添加 然后在这写8080端口 好吧 然后谁都可以访问的 8080端口 这个什么呢 这个我写上NGX代理 代理端口 好吧 NGX代理的端口 这个地方 这个数值 优先级写个100 一样 然后保存 这个优先级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开放端口 如果开放的某个地方重复了 优先使用谁 好吧 就是这个意思 行 然后这是它 这是它 然后我们再来看 好 这也没问题了 没问题之后 我们的代理是不是也指定好了 也指定好了之后 来看一下我们服务端 网站服务端这边的 监测的这个什么 这个请求 监测的请求 然后来这 我们在这刷新一下 走 又请求了 请求你看这边 Ctrl F5 我强制刷新一下吧 你不强制刷新 他又拿缓存了 贼恶心 你看我强制刷新了一下 你又发现 FD值 1235683211 是我原来的FD值吗 是我原来真实 是我原来真实的FD值吗 看一下谷歌上面 我们有查到的 我们自己主机的FD值 我们自己本机是这个 对不对 我刚才拿到的是哪个 是这个 看见没有 还是我们本机真实的 那个对公网FD值吗 并不是了吧 而是谁 而是我们服务器的 你看 代理的那个FD值 点下实例 反过去点下实例 我是华北2吗 不是 华北2 搜索一下 这地方怎么不显示我实例了 就是因为他 他现在自动选择的区域是他 我来这吧 在这点击实例 来了 前面那个关掉他 行 你看 这是不是我们的代理服务器的FD值 1235683211 你看这边 在访问的那个网站 记录的FD值 在访问的那个网站 记录的FD值 是不是就是我们 代理的服务器的FD值 看见没有 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这就是所谓的正向代理 在NGIC上做一些配置 就做 就完成正向代理了 好吧 完成正向代理以后 你再比如说再去访问一些 再去访问百度 比如说3w.百度.com 百度.com 诶 这你发现百度访问不了了 为什么百度访问不了了呢 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网站 NGICS现在配置的什么呀 是HTTP代理 注意你看我的配准件 配准件里边写的什么 监听8080单口 对不对 看这些协议了吗 都是HTTP协议 看这HTTP了吗 做的是HTTP协议的配置 代理配置 HTTPS现在还不行 HTTPS需要单独去做一些配置和调整 好吧 关于HTTPS的我们不多说 我们不多说 你先知道一下正向代理服务器 怎么搞就齐了 好吧 然后紧接着你看 那是不是都不同 只能访问你自己那个 不是的 只是HTTPS网站不同 我去给你找一个非HTTPS的 好吧 进行URL 咱们去找一个 比如说很多PHP的网站 可能都没有 有好多PHP网站都没有什么呀 运行这个HTTPS 我给你去找一个好吧 现在百度不乱用啊 不乱用 我用这个里面给你查吧 用谷歌浏览器给你找一个啊 URL然后这个DRPHP 好我就给你找一个啊 比如说第六点应该就有 随便找一个河南教育电子音响出版社啊 哎你看这是一个不安全的 提示不安全就是它是LTTP协议的对不对 你看你往前看 往前看 肯定是个LTTP协议的啊 我就把它拿过来 你看在我们的火狐浏览器上 然后你再访问一下 在这些灰车 你看能不能访问 你看已经出来了看了 河南教育电子音响出版社 只不过我们这个网速差了一点啊 你看出来了吧 其实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去访问任何的LTTP的网站 都是走到我的代理 我们那个NGX代理 好吧 只不过HTPS的现在没有生效 因为HTPS呢需要单独搞啊 这个呢 我先不教大家 后面咱们再说啊 行 然后关于HTTP的 关于这个正向代理这块啊 正向代理块 我就说这么多啊 就说这么多 然后下一个 我们再演示一个反向代理啊 我停一下视频啊 这样 停视频之前吧 行 一会我有点事 我可能用 我可能什么 我先把这些去掉吧 我先把这些去掉吧 不让他花点钱了 好吧 算了 留着吧 花点花点吧 行 那我停一下视频啊